开春之后是乡下最困难的日子 能吃的差不多都吃了 而该长的还没能长成 大地一片碧绿 通常所说的青黄不接 恰恰就是这段时光 家境不好的人家 时常都要到邻村走动走动 要点逃点顺手再拿点 再怎么说 剩下一天的口粮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一天我们村的三货来到高家庄 他五十多岁了 但身子骨又瘦又小 看上去就像一个皱巴巴的少年 午饭时分 三货把高家庄走动了一大半 肚子吃得那么饱 走路的时候都甜起来了 这已经很让人气愤了 千不该万不该 他不该在高大伟家的家门口冻起黑心思 高大伟是去年刚刚退伍的革命军人 门前晒着他的军用棉帽 棉袄 棉裤和棉鞋 三货真是鬼迷心窍 他把退伍军人的那一身行头呼啦一下子全抱起来了 躲进厕所 把乞丐装扔进了粪坑 以革命军人的派头走了出来 他熊啾啾的又沉着又威武 一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样子 但是他忘记了一个最要紧的细节 衣帽裤鞋都大了一圈 当他快速转动脑袋的时候 脑袋转过来了 帽子却原地不动 这一来 三货的沉着威武就愈发显得贼头贼脑了 更何况这一天又这么暖和 任何一个脑子里没屎的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捂得这样严实 三货一出厕所就被人发现了 一个叫花子冒充革命军人 是可忍 孰不可忍 高家庄全村子的人都出洞了 他们扒去了三货的伪装 把他骨瘦如柴的本来面目掉在了树上 他的身上挂满了高家庄的唾沫与浓潭 高家庄的村支书发话了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 其性质是严重的 村支书让人用臭烘烘的墨汁 在三货的前胸与后背分别写下了反动乞丐 只给他留下一条裤衩 光溜溜的就把他轰出了高家庄 高家庄的人没有想到我们村会报复 大约在二十天之后 高家庄的高中毕业生高端武 到断桥镇去相亲 欢天喜地 我们村是高家庄与断桥镇的必经之路 高端武回家的时候 一头就钻进了我们村的汪洋大海 高端武同样被扒得金光 一身的唾沫与浓潭 我们村到处洋溢着仇恨 所有的人都仇恨满胸膛 这种仇恨是极度空洞的 然而最空洞的仇恨才是最具体的 高端武被痛打了一顿 回村之后他没有往家走 而是赤条条地站在了村支书的家门口 高端武对着支书家的屋檐大声喊道 支书报仇啊 报仇是一种仇恨的终结 报仇当然也是另一种仇恨的起始 我们村撂到高家庄的人 不会就此罢休的 我们提高警惕 我们铜墙铁壁 我们还种植成城 我们在等他们 他们没有来 第二天没有 第十天还没有 一个月之后 我们却迎来了公社里的电影放映队 天黑之后 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在学校里的操场上 我带着我妹妹 我的父母亲从来不看电影的 他们给我的任务就是带好我的妹妹 我和妹妹坐在观众的最前排 我们仰着头看银幕上的敌人如何被公安局像挖花生那样一串一串的挖出来 电影刚放到一半 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大声叫喊起来 高家庄的人来了 高家庄的人把我们包围了 声音刚一传来 几个不相识的外乡人就从凳上跳了起来 他们踩着人头与肩膀迅速地从人群里向外逃窜 我知道出事了 拉起妹妹就往边上跑 这时候公安局长还在银幕上吸烟沉思 而人群已经炸开了 所有的人都在往围墙和大门那挤 操场中央只剩下放映员和他的放映机 围墙挡住了慌不择路的人们 人们开始往人身上踩 妹妹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冲散的 她的手心几乎全是疤 滑得厉害 我一点也不能明白 妹妹被人挤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个慌乱的场景大约持续了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之后 人群就散开了 所有的人都不知所终 我躲在隐蔽的地方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没有人 没有一个高家庄的人 一切都是那样的无中生有 电影已经停止了 只有很亮的电灯亮在那儿 空空的操场被照得雪亮 妹妹与十几个横七竖八的身体倒在墙角 都是些老人与孩子 有人在地上呻吟 但是妹妹没有 我走上前去 妹妹的嘴角和鼻孔里全是血 妹妹脸上的血在电灯的白光底下红得那样鲜 我跪在妹妹的身边 我跪在妹妹的身边拖起妹妹 妹妹小青一动不动 腹部却一下一下的鼓得厉害 我说小青 小青没有动 我又说小青 小青还是没有动 妹妹妹的眼睛 妹妹的眼睛睁得很大 她望着天 天在天上 后来妹妹的腹部慢慢平息了 而手上的温度也一点一点冷下去 我用力捂住 但我捂不住 不执意要退下去的温度 她望着天 天在她的瞳孔里放大了 无边无际 我怕极了 师生说 小青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什么时候赶来的 我就知道父亲一把把我拽过来了 我知道我没命了 妹妹死在我的手上 父亲一定会把我打死的 这时候许多人又回到操场上来了 我听到了一片尖锐的喊叫 我没有跑 我等着父亲把我打死 父亲没有 父亲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了 这是我一生当中 父亲对我唯一的一次拥抱 我站立起来 眼前的这一切 包括父亲的拥抱 都是那样的恐怖至极 现在是2003年的2月9日 妹妹如果还活着 明天就是她的44岁生日了 但是妹妹小青 离开这个世界已经35个年头了 我一次又一次追忆她生前的模样 我就是想不起来 按理说 妹妹小青已经人过中年了 可是我的妹妹小青 她在哪里 我来说 那是什么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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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